那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 如果有不饱和的脂肪酸或者是蛋白质 经过高温聚合氧化跟裂解的时候 也会产生氧化的自由基 而且这些自由基就像火山的熔岩一样 会到处的喷嗓 会到处的去试虐破坏 它只要释放到某个器官 就会对某个器官产生伤害 而且它的伤害性是从细胞的层级 包括会影响到细胞膜 会影响到细胞质里面的酵素 最重要是会影响到细胞核 跟所谓立腺体的一些反应 而这些所影响到细胞的一些 所谓的反应的时候 它会去调控细胞内的一些讯息传递入境 很可能会诱发 会使得这些细胞的里面正常的基因 产生突变 进而产生一些恶性的病变 除了说癌症跟自由基的形成 是有很大的关联关 像比如说肾脏的疾病 烧烫伤 肝血 心脏的疾病 风湿性关节炎 脑部的肿瘤 脑部的中风 艾滋寒末症 霸心生症 或者是说有一些所谓的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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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病人的生命上的危险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所谓的自由期呢 其实我刚刚提到了 空气污染太阳光都是会产生自由期 在植物的身体里面 空气的污染太阳光的照射 原则上也会产生自由期 那这样子这些植物在外面 风吹雨打没有很好的遮雨棚 也没有很好的冷气吹 也没有很好的所谓的预防的营养素可以吃 那它们怎么样去预防这些所谓的外在的物质 造成自由期对它们的伤害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植物大部分都有一种特性 它都有五颜六色 有很深的紫色 有很深的红色 其实不要以为说它这些紫色红色是长出来 漂亮让你去欣赏 这些紫色红色的东西都是一些所谓的植物的化学物质 phytochemical 最主要是植物自己生产出来 用来预防自由期对身体的伤害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预防癌症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看植物到底要怎么样去减少自由期对它伤害 植物到底要怎么样去减少自由期对它产生的癌症的病变 在讲到植物 蔬 你一定会告诉我 蔬果是不是也可以预防癌症呢 其实不只是可以预防癌症 就像意大利的人常说的 an apple a day keep the ducts away 其实植物的蔬菜 水果不只是可以预防癌症 也可以预防一些所谓的心血管疾病 也可以预防一些脑中风 糖尿病的发生 其实最重要是这些植物 可以经过它里面的 这些植物会预防自由基的堆积 预防自由基的伤害 当然就可以减少自由基引起的一些相关的疾病 所以难怪一旦人要说an apple a day keep the ducts away 好 那就像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说 自由基会去对我们的细胞 身体里面的细胞产生伤害 damage the cell 一旦你身体里面呢 提供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 这时候呢 自由基就会跟抗氧物质做结合 然后产生很好的氧气 很正常的氧气的空气 会使得原本受伤的细胞 或者恢复变成正常细胞 会使你原来正常的细胞变得更健康 那就像这张图就是 如果你发现到说 有很多的自由基引起来 伤害到你身体的时候 你就会考虑说 那我可不可以找一个人来对抗自由基 对抗自由基的人呢 就是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 似乎就可以减少氧化的压力 减少自由基对身体的伤害 那抗氧化剂当中 其实一般人都知道说 有些果汁 有些红茶 有些柑橘类 这些有些豆类 特别是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水果里面 都有含有不同程度的抗氧化物质 而这些抗氧化物质 含有抗氧化物质 我们通常对于植物当中 含有这些抗氧化物质的 我们都叫做phytochemical 包括所谓的一些 所谓的 十字花椰菜里面含有的银朵类 或者是说有一些所谓的 蕃茄里面含有的 Lycopene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 萝卜产 里面含有的 Carotenoid 就是胡萝卜素 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 柑橘类所产生的 一些所谓的Lemonello 那还有一些像葡萄 薑果类的产生的一些所谓的 一黄铜类 或者是类黄铜类 或者是大豆里面的一黄铜 柑橘或莓果里面的类黄铜 那还有的是像有一些 所谓的草药里面的一些所谓的 黄铜素 或者是所谓的一些 一些所谓的 咖喱里面的一些所谓的 流化的一些流化物质 比如说 蕃茄里面含有所谓的Lycopene 基本上可以添添少 致癌物质对于 正常细胞的DNA的伤害 大牌菜里面 还有一些所谓的 银朵类 可以预防所谓的一些 预防一些口腔癌的发生 咖喱里面 大蒜里面含有的咖喱 可以预防肺癌的发生 那苹果里面的 的一些 类黄铜类 原则上是可以预防肺癌的发生 像一些莓果 柑橘 或者一些红酒 葡萄里面有一些所谓的 类黄铜类 维他命C也是预防 癌症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像大豆里面的 一黄铜也是可以降低脂肪 可以抑制某部分 癌症的生长 那刚才所提到的 一些植物化学色素 当中 特别是莓果类 或者是一些 柑橘类的食物 或者是说有一些 特定的食物 它里面就含有所谓的 生物类的一黄铜 有时候 我们称它为 是一个超级的抗氧化物质 因为它有抗氧化物质 抗病毒 抗过敏 抗发炎的作用 那它最主要的功能是说 可以在身体里面 去抓一些 所谓的 游离的自由基 那进而减少 游离自由基 对身体的伤害 那这些生物类的 预防头 最常出现在蔬菜 水果 花类 或者特定的 水果 或者特定的 一些草 跟酒里面 都有生物类的预防头 那为什么植物会 产生生生物类预防头 就是从刚才所讲 它们是要想办法 靠着一些 产生特殊的 生物类预防 来预防癌症 那除了这样子以外 还可以预防一些 环境引起的伤害 也可以预防 微生物的侵害 也可以预防虫害 那要注意的是 大部分的生物类 的预防头 都会存在植物的表面 植物的表面 果皮跟树皮当中 那所谓的 预防头类 其实最常见的 就是在一些 蔬菜水果里面 姜果或者是 红酒 或者是姜果里面 还含的所谓的 花青树 或者是 白梨乳醇 或者是 这些东西 都是所谓的 预防头类的东西 最主要是 它可以抓取身体里面 自由期 减少癌症 发生的风险 那 圆花青树 就是所谓的 Oligomeric Proanthrosyanidine 就是所谓 OPC 这种所谓的圆花色素 原则上是 很好的解读物质 它可以减少一些 植外线对身体的伤害 这些圆花色素 通常存在一些 葡萄的皮 红酒里面 或者是所谓的一些 碧螺籽 有就是 法国松树的皮里面 或者是一些 所谓的 葡萄的皮 或者是 Peanut 或者是坚果类的一些 皮里面 或者是白酒里面 都含有这些 OPC OPC 其中最值的介绍是 法国松树皮 所萃取出来的 你一个叫 Picanogeno 碧螺籽 这个东西 原则上 它含有很高量的OPC OPC 那所谓的Picanogeno 碧螺籽 这个含有OPC 特定的商业品牌的 一个健康食品来讲 是不是真的有预防 自由基的效果呢 刚刚有提到 太阳的曝晒 会造成身体的 自由基的产生 自由基的产生越多 它对所谓的 它就会产生所谓的红斑 所以红斑的剂量 来评估说 自由基产生的多寡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那如果你有所谓的 壁螺籽 你可以发现到说 使用高剂量的壁螺籽以后 它皮肤 可以保护皮肤 免疫受到日晒的伤害 也就是说皮肤的 自由基的产生 会有减少的性行 而且剂量越大 它的效果 似乎来得越好 所以壁螺籽 这个含有所谓的 OPC 特定的健康食品 来讲 对于所谓的